新闻开闪关心最新消息 上周的魏群龙队传出内野手增传声 因为出了赌博场所 赌德州复克遭到球团让渡合约 如今又传出郭天信、张振宇一次出入相关场合 被拍到出现在球桌上 经营公司确认状况之后发声明表示 两名的球员坦诚有去过争议场所 照片是在去年拍的 同时也向球团以及教练团盗窃 魏群龙召开了经营委员会之后 也将两人从8月7号开始竞赛湖场 并且是下放二军 另外会有超过一个月的薪资罚款